去俄羅斯參戰的中國士兵 回去了嚇都嚇死了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把我當成炮灰 他說晚上一走出去的時候 馬上烏克蘭的無人機就盯上你了 盯上你了半分鐘之後 迫擊報就找他身邊打過來 遠距戰爭 你怎麼死了都不知道 你知道 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過去那種整個軍事的概念 戰爭的概念 看起來已經有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了 金正恩剛剛講的 他派了一萬名的部隊 中間有他最信任的暴風部隊 而且派了他最心腹 三名將軍到前面督政 最可怕的消息是 剛剛講到的 這個最強的部隊 這個暴風部隊中間的精英部隊 竟然在毫無知覺的狀況下面 而且在沒有交火 沒有打造面的狀況下 居然被烏克蘭全部殺戮了 對沒錯 去年的時候習近平曾經跟普丁說 這個目前為止是全世界百年之大變局 讓我們一起來改變他 那你想說他們兩個到底要憑什麼 第一個 二字武器是相當厲害 打遍天下 第二個我們還有很多人啊 人的話一定可以打敗這個美國啊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世界會由我們來改變 可是寶傑最近的兩場戰爭 一個包括說以色列去轟炸 這個伊朗的戰爭 另外一個金正恩派出王牌部隊 到這個俄武戰場去參戰之後 兩個都是慘敗 慘敗都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什麼 你俄羅斯的武器已經沒用了 俄羅斯武器沒有 你中國武器大概也不怎麼管用 另外一個金正恩派出精銳部隊 我跟大家講 金正恩的這個暴風部隊是第十一師 他們的特種部隊 每一個人都練到非常結實 不是外界說什麼瘦瘦小小 沒有 他們都練得很結實 在冰天雪地區下面狂練 拳打腳踢 什麼武器他們都厲害 可是寶傑這樣的部隊 你看金正恩一定派出最精銳 他說我第一次去一定要讓全世界 看到我第一次部隊的厲害 可是這是我的面子戰爭啊 如果我今天派了一個部隊 跑去前線當炮灰 對 那我以後怎麼面對南韓呢 對 就第一場戰爭 開始開打之後 四十個人 寶傑大 瞬間就被殲滅 瞬間被殲滅 只有一個人活著 一個人活著是怎麼活著 因為他躲在眾同袍的屍體下面 後來才被發現 喔我還活著 躲在屍體下面 對 所以講 第一這場戰爭 不只金正恩的整個部隊 完全慘敗 而且還被他發現說 原來你也是貪生怕死 所以整個看起來的話 這個所謂百年之大變局 不是像習近平或是普丁說的 朝他們的方向去 是往相反的方向去 所以你看 最近習近平非常害怕 害怕到什麼程度 他現在準備都要寄出十兆 人民幣的救世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怕川普啊 怕美國真的幹起來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完全會崩潰了一個局面 所以是說 如果你看到上個禮拜 剛剛講的中央日報 也就是南韓最大的報紙 寫的是說 當時還以為說 你北韓的部隊 跟烏克蘭的部隊 有一個正面的交鋒 在這個正面交鋒交火之後 全部被殲滅 搞了半天 現在遲到說 都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他的唯一的幸存症 他全身自傷 全自傷他就講 他們當時在幹嘛 他們其實全部躲在豪溝裡面 那你本來以為說 你躲在豪溝裡面是安全的 對不對 沒有 他說 無人機不到什麼時候來的 而且這個無人機好像長了眼睛 我們每一個人的動作 我們每個人在哪裡 對方一清二楚 沒錯 這是幸存者他講的一個話 那幸存講的話就說 你看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突然之間就死掉 好 那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個韓國的媒體 是這樣說 北韓軍隊以25號 與烏克蘭部隊交火 然後全軍附和 他用了交火兩個字 可是保潔根本沒有交火 沒有交火 單方面被摧毀 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那甚至這個消息 也立陶宛他們境內的 這個負責烏克蘭相關事務的 這個負責人 他也說的確就是這樣 那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他說據我所知啦 除了一名韓國人 其他人都被殺啦 幸存的人還說 他是什麼 布里亞特人 就是他是少數民族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 因為他怕他被殺 他說我就是布里亞特 我絕對不是北韓人 不是北韓人的一個狀況 然後又說什麼 是他們訓練 他們也經過訓練喔 訓練之後呢 俄羅斯要想他們去參戰 然後就想 好 那你們就去參戰吧 給他們簡單的破擊包 就上到戰場上面去了 結果上到戰場上面去的時候 保潔根知道 他們上到戰場 那根據這個北韓三兵說什麼 我們一到了之後呢 沒想到 一出去就開始 這個槍林彈雨打過來 這無人機開始丟我們丟飛彈 丟飛彈沒多久之後 40個人就死了 40人就死了 你看他說什麼 烏克蘭士兵配備的最新武器 攻擊性很強 之前有一個中國 在俄羅斯打仗的部隊 回去以後就講 那個戰爭狀況 不是你能夠想像的 因為 你在不知不覺的狀況下 你就聽到了滿天的聲音 滿天的聲音就像黑烏鴉一樣 這些無人機朝你直撥而來 你躲都躲不了 因為這個韓國人目前為止還是重傷 雖然沒辦法講太多細節 但是 有去俄羅斯參戰的中國士兵 回去了嚇都嚇死了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把我當成炮灰 他說我們開始出去作戰的時候 從第一洞跑出來的時候 兩個俄羅斯士兵說白天不能走 因為自殺無人機太多了 他就想說哪有可能 白天不能行動 然後到了晚上他們就走出去 晚上走出去 他說晚上一走出去的時候 馬上烏克蘭的無人機就盯上你了 盯上你的時候 然後你看 他就趕快 因為他原本有燈 他趕快把燈關掉 燈關掉想說我躲起來 你就找不到我 結果沒想到沒有 他想要走了之後 沒想到半分鐘之後 破幾包就找到他身邊打過來 他趕快就跑掉 跑掉的時候趕快躲 後來又躲到壕溝裡面 而且一連續來了三發 來了三發之後 他就在晚上之後 他就一直不敢動 然後就沿著一個這個 沿著這個 這個所謂壕溝裡面走來走去 結果沒想到還是 晚上的話還有無人機 在你的天空那邊盤旋 你根本沒辦法出去 所以他說本來他有一個燈的 有一個手電筒的 他整個晚上他的燈 他的頭燈跟他的手電筒 都不敢打開 然後他就說你看 他說俄羅斯的一舉一動 都被烏克蘭軍隊看得非常清楚 那你很難想像嗎 你只要 你一出去之後 馬上就是人 那你一出去之後 他馬上就知道你在哪裡 然後炮火就從你四邊大方打過來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你可能就因為這樣 你看到周邊的人就一個一個陣亡 然後你有可能會陣亡的這個狀況 不是 剛剛講的 北韓就派了一萬多個部隊 跑到了俄羅斯 可是你說根本就是 攪亂了一尺寸碎 現在把這個地方搞得非常緊張 讓這個習近平非常沒有面子 而且你說他就讓普丁找到了一個支架 去改變這個狀況了 對 我必須要非常冷靜的來 肯定普丁是一個當代了不起的一個戰略家 他在極端不利的形勢之下 突然間出了這張牌 那當然這個牌有經過一些前面的一些準備 他的鋪墊都有了 可是結果被人拿幾個重大變化 你剛才提到的對習近平非常不利嘛 尷尬 尷尬 先放旁邊 也就是北韓現在做任何動作 已經沒有人去問習近平的意見了 但是習近平現在中方提出一個新的論述 什麼論述你知道嗎 我既然不能阻擋這個事情發生 那我就利用這個形勢怎麼辦 所以台灣要注意這個情報的發展 這是第一個 習近平我們先大概大致上交代 但是要注意到 美日韓三方的軍事聯盟突然間開始綁緊了 因為日韓一直本身有歷史的仇恨問題 沒有了 現在通通放下懲戒 通通團結了 所以把美日韓三方的這個軍事合作 綁結幾個 全部綁在一起了 然後韓國不客氣了 韓國準備就直接跟烏克蘭提出來 他派他的情報軍官 直接進入戰場 他去戰場幹什麼 第一 他講是講情報軍官 但是是不是情報軍官不知道 第一個 他以為他要派翻譯 他要幫他詢問戰俘 他一定要俘虜 俘虜我幫你去詢問情報 所以說你現在好不容易 你北韓派了部隊 你派了部隊以後 我就要趁這個機會了解 你仗怎麼打的 你這個到底怎麼訓練的 你的戰力到底如何 對 然後相關的這些 還有他還有撤動 撤反 還有拖北 所以他的拖北軍官 他要派去的就是拖北者 那這些拖北者 都有大概7到9年的軍官的經歷的人 他派了一批這種人 要到烏克蘭戰場 所以南韓也不是吃素的 馬上跟進了 那派軍官去了 而且軍官的背景是拖北者的背景 是從北韓逃到南韓的 以前長期他們培養的一批人 對 留在那邊用的 你看馬上都拜上 所以他們是每天 就是整個帶旦 這韓國的反應 然後你看到這個北約更昏倒了 那北約整個都昏倒了 北約看這樣一搞怎麼行啊 這樣一搞的話就變成一個國際大戰 對 就提出警告 但提出警告的話 那就另外 那普丁提出另外一個說法 我這個事情是我們之間 跟這個北韓北朝鮮的 所謂的互助合約裡面的一環 那你們北約早就派人來打了 你們怎麼烏克蘭哪有人力去 去指揮什麼衛星呢 對 空中的兵力是哪裡來的 通常是北約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造成另外一個效果 有沒有可能 第一個 北約一定會加強所謂的經濟制裁對不對 對 這個不用談了 那有沒有可能下場 北約下手了 就下場打 美國已經講了 如果你北韓真的進來的話 我現在對你烏克蘭使用美制的武器的限制 我都拿掉了 武器限制拿掉 另外一回事 武器限制拿掉 你會打到俄羅斯的一些本土莫斯科都有可能 那你認為說 他不會開放他的限制嗎 他的戰術型核武不能用嗎 所以他一定會雙方的整個情勢 會拉高 拉高我現在講的 兩個地方已經看到了嘛 第一個就是說 在東北亞部分的情勢整個拉高 對 這個時候你怎麼知道他不會在東北亞鬧 他東北亞會鬧起來 我們剛才講的嘛 中國大陸已經對台灣開始 開始要準備利用來 我如果不能阻止的話 我如何利用 利用這個情勢 他在鬧裡台灣嘛 那台灣一鬧的話 所以這個普丁厲害啊 普丁蹦了一招而已喔 那一萬多個兵力喔 搞得整個東北亞到亞太地區整個 整個東亞整個亂掉 大家全部緊張起來喔 那你想到誰 老美啊 老美買單嘛 老美亞整個昏倒了嘛 然後我不是跟你在玩北約 我就跟你直接搞到你的亞太來 東北亞了 一萬多個兵力 他有什麼成本 我告訴你成本多少錢 成本多少 一個月一個兵給2000塊美金 2000塊 6萬塊台幣 你算美金比較快 金小胖 我現在算 金小胖不是有派人外勞出國啊 還有一些北朝鮮的女人到東北 到東北去東山省開餐廳啊 做工做女工啊 一個月收個幾百塊人民幣 他一個人收2000塊美金啊 那就2000萬了 2000就2000萬 他一個人金小胖收2000萬美金 還有其他軍事協助 還有其他一下都有的 金小胖發啦 但是金小胖很小心 他整個過程中不發言言 全部由普丁發言 也就是說這個鍋是普丁去背的 你習近平要生氣找他 不要找我 我是被動的 所以這個情況 習近平也吞不下去了 當時是誰去約這個 就invite這個普丁去當這個 去利用這個百年難得的機遇啦 習近平 這是你約的 我們碰到了一個百年難得 遇遇的機會 我們要攜手前夕 然後還來一個更妙的 我們這個中俄關係無上限 不封頂啊 現在今天 所以整個 那中國內部會怎麼辦 當然開始有緊張啊 那在緊張之下的話 所以有很多新的發展 新的變數出現 而且未來十天之後 十天之後的情況更複雜 萬一被川普當選的話 你認為川普會不會動手 川普一定會動手嘛 川普怎麼可能讓你北約這些人 這樣子玩法呢 對 他一定會動手 而且川普基本上是同情普丁的人 普丁的 所以他一定會創造一個新的形式出來 所以我認為 歐洲的情況更複雜 到現在我講的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就是說 這個法國人 已經幫烏克蘭 組織了一個4500人的一個步兵旅 步兵旅是完全機動化部隊 除了是這個 這個報式坦克以外 其他的 所有的裝備 他的這個戰鬥車輛啊 他的這個凱撒這個自走炮 對 全部百分之一百法國 法國製 法國 法治的武器 法國已經全部幫他裝備了 他才說我要把我的這個 壞項跟報分 壞項戰機要進去了 所以法國人已經進去了 法國人早就心裡概念 因為法國是完全 他是 法國的軍事的製造能力是全套的 他是獨立化的 他不需要除了 不用美國點頭 他不必要看美國臉色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法國也準備 利用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問題跑出來了 就變成未來的北約領導人 還有未來的歐盟領導人 到底是誰 當然目前實質上 北約不能沒有美國 可是大家都蠢蠢 在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我們看到北韓現在丟了一萬多人 可是很多西方媒體也看不起 不過就是瘦瘦瘦瘦小小的 只是當炮灰 有這麼緊張嗎 我就舉說當時越南打北約的時候 不是北約的士兵也是又矮又瘦嗎 結果把你美軍打得落花流水 打了十年越戰嘛 所以事實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麼這些所謂的又矮又瘦的 這些北韓的士兵 他們在北韓已經經過土法鏈鋼式的 特戰訓練對不對 進到現在有三千名已經進到俄羅斯的邊境 北韓有全世界特戰部隊最多二十萬 這次派了一萬兩千名去 你以為他是會派爛的去嗎 不是嗎 他如果派爛的去 一次就被全世界恥笑看不起 而且馬上被他的死敵 他南韓馬上看破手腳 原來你只是這樣而已啊 所以你說這個是金正恩的面子戰爭 所以他這次派的是他的暴風軍團 我告訴我你以為只有派一萬兩千名的暴風軍團去嗎 你錯了 他在暴風軍團還沒有去之前 北韓除了我們知道的那個 所謂的台灣出齊的那個火箭彈跟飛彈之外 已經有940萬發的152的各式炮彈 運到俄羅斯去了 這是他的架裝啊你懂嗎 他是帶著架裝過去的 這些炮彈全部都已經過去了 那麼事實上呢 對俄羅斯來講 那麼他最驍勇善戰的這兩年八個月以來 是瓦格納軍團啊 所以瓦格納傭兵集團能打 俄羅斯不能打 但俄羅斯這些阿兵哥至少他知道 在實戰經驗會遇到的烏克蘭 他們的打法是怎麼樣 比如說無人機 比如說他們用無人機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鎖定你了以後呢 那我應該如何去因應 所以你問我說那這一萬兩千名 能夠這個扭轉局勢嗎 不可能 而且我告訴你他們一定是炮灰 但是烏克蘭會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各位在過去的一兩個月裡面呢 我們比較少談烏克蘭戰場 你說俄羅斯已經節節衝過去 已經拿下了大筆的這個烏克蘭的領土啊 對 所以你想說 現在派這個部隊這個北韓的部隊 是整個全世界忍饑耐厄 忍受身體痛苦最強的部隊 不要忘記他不是一般的陸軍 他不是一般的步兵 他是特戰部隊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1968年全世界發生了一個 不可思議的事情 為什麼呢 他們北韓那時候派了31個人而已 31個人就是風暴軍團的前身的特戰部隊啊 31個人而已 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在北韓打造了一模一樣的 那個韓國的這個青瓦臺的建築物 一模一樣 連裡面的建築物都一模一樣 要幹嘛 要進去 滲透進去 這個手耳裡面呢 去殺了這個韓國的總統啊 普正希啊 一直到離500公尺處的時候呢 有一個警察覺得怪怪的 問他們呢 因為他們穿著的黑色膠鞋 跟南韓的軍隊是不一樣的 多問了兩句 打個電話給他們派遣所的署長啊 結果這個崔信署長來了以後 要看證件 當場這個崔信署長 當場開三槍被打死 在這個地方進行槍戰 手榴彈丟了亂七八糟 我告訴各位 如果這一批31個人 他的目標是青瓦臺 還有美國大使館 如果讓他們真的靠近 青瓦臺跟美國大使館的門口進去 普正希還有沒有命 所以不要小看這批人 為什麼 恐怕鄉 恐怕無天龍 這些特戰部隊 一個可以抵七八個用 因為他們會神出鬼沒 所以他們到了以後 我保證你一定是怕灰 一定會被殲滅 但問題是 施錫生了一萬兩千 那你知道金小胖他換到什麼 換到了除了一個人兩千塊美金 一個月之外呢 他換到了糧食之外 他換到了他最想要的東西 三十架的蘇凱三十五 三十架的蘇凱三十五 彌補了北韓 在空中的戰機 遠遠比不上南韓的缺點 這才是金小胖 源源不斷地去援助 這個俄羅斯的最主要原因 從前天開始 烏克蘭的部隊跨越邊境 進到了俄羅斯境內 進到了庫斯克 這是從二戰以來 俄羅斯的本土第一次被外國勢力侵入 這個對俄羅斯來講 當然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可是以兩國的整個國力來講 本來以為烏克蘭進去 只是襲擾破壞 本來只是小打小鬧 沒有想到 現在烏克蘭看起來 它是完整的 現在烏克蘭已經大舉的 有更多的部隊派進來 而且已經鞏固 我們昨天講的庫斯克地區 不但是進到了庫斯克地區 現在對於利佩斯克 這個是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空軍基地 還有比爾格洛德 這是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後援基地 竟然都進行了遠方的進攻 這個地方不斷火光四射 今天更可怕的是 美國五角大賽居然怎麼講 美國五角大賽 之前曾經再三地交代 美式武器 絕對不可以跨越了烏俄邊境 可是他居然講 現在美國的 不管是海馬斯火箭彈 或者ATSMS的 這個陸軍戰術飛彈 你現在烏克蘭 都可以打到俄羅斯的 任何一個地方 等於說 現在美國不但開綠燈 美國不但開綠燈 美國不但開綠燈 現在也變成了 烏克蘭背後最重要的支持者 還有 現在除了烏東地區 背後的這些地方以外 更可怕的是 在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現在 俄羅斯已經三分之二的空軍 已經撤出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赫爾松 烏克蘭竟然發動夜間攻擊 我們看到 烏克蘭的國防部 他們居然怎麼想 現在要拿下克里米亞 要比拿下烏東更容易 難道現在這場戰爭 有人講說它是一個 迷中戰術 有一個大迷回戰術 現在是三方激行攻擊 三方激行攻擊 要讓俄羅斯完全摸不著頭緒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邊 今天在這場手藝的財經專家黃瑜德 大家好 第二次我們要特別介紹 這是台大第十七號獸 陳文山 陳老師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自身媒體的趙宇軒 大家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體的劉宇波 大家好 第五位是自身媒體的王宇德 大家好 第六位是自身媒體的王宇德 大家好 傑克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所以昨天我們還認為說 今天烏克蘭的部隊 一千個人進去到了庫斯克 庫斯克只是小打小鬧 只是洗擾破壞 打完了以後打再跑就好了 因為以烏克蘭的軍力 以烏克蘭的人力 他是不可能在俄羅斯 佔領任何土地的 結果今天狀況完全不一樣 昨天不是一千人嗎 對 今天變兩千人了 今天不但一千人變兩千人 而且周邊的利佩斯克 比爾戈羅德 全部進行大規模轟炸 那我們講說 你只有在烏東的背後嗎 沒有 竟然南邊的克里米亞 還有賀爾州 都傳出爆炸聲了 而且1941年以來 俄羅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 這個普丁當然非常生氣 他說這個 重大挑釁 他當然知道 普丁生氣了 對 他當然知道這不是烏克蘭 對他的挑釁 這是美國跟烏克蘭 對他的挑釁 美國 所以這是美國幹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的軍隊 好像如有神助 為什麼 因為美國給他開綠燈了 你要的武器 我本來就已經給你 F16我也給你 你要海馬斯我也給你 你要ATACMS 陸軍導彈系統 我也給你 可是問題是 美國過去都說 你不要打到俄羅斯的分土 他現在的態度就是 反正這是烏克蘭自己決定的 我們給烏克蘭方面 自己去決定 他們要攻擊的目標 所以簡單的 就是美國開綠燈 那你現在美國開綠燈的話 那烏克蘭科技什麼 我當然就直接開打了 而且我聽了以後 嚇死是 如果我的海馬斯可以 飛越俄烏偶邊境 如果我的ATACMS 可以打到了俄羅斯的本土 那F16咧 F16是不是可以飛進去 當然可以飛進去 所以跟你講 美國開綠燈 所以普丁當然知道 這個背後來說 就是烏克蘭跟美國 兩個對我的挑釁 好那烏克蘭現在呢 我跟你講 烏克蘭的戰法 或許會讓普丁 更加的摸不著頭緒 怎麼樣摸不著頭緒 好一個時間來說 庫什克打進來 照理說 你好像 你不可能打庫什克 可是問題是 你人越來越多 而且你不只人越來越多 保證 他這時候還故意轟炸 包括說別爾格羅德 然後包括立斯佩克 立佩茲克這個地方 他們的空軍基地 還有很多地方發生爆炸 這在庫什克旁邊 難道你要打進去嗎 但是問題是 你又有另外一邊 保證 賀爾松也發生了 這個攻擊 另外一個 克里米亞也發生攻擊 到底是你是要打庫什克 還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隊 要進入克里米亞 這個讓俄羅斯摸不著頭緒 所以他認為說 你到底現在是打法是怎麼樣 你不只是五路干擾我 而且你還有彌宗戰法 所以現在的這個 哲倫斯就開始這樣 他講話不一樣 哲倫斯說什麼 俄羅斯打這個戰爭 載進我們的領土 現在我們應該感受一下 他們自己到底幹了什麼 所以現在 這個林哲倫斯基說話 都變得比較紅聲 比較大聲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戰爭呢 有可能會在最近一段時間 會出現一個逆轉的情形 也不一定 好 剛剛講的是 昨天我們講到 現在烏克蘭的部隊 地面部隊已經進到了庫什克 庫什克以後 你想說那個只是在這個 做一個所謂的襲繞 沒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 剛剛講到 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個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空軍基地 還有剛剛講的 你打到別爾戈勒多 別爾戈勒多我們講的 你不管要打哈爾科夫 或是你要打頓巴斯地方 別爾戈勒的都是 非常重要的後勤基地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交通藥蔥 就沒有想到 現在你的空軍基地 你的交通藥蔥 都已經在烏克蘭的 射程範圍內 對沒錯好 抱歉 事實上這個利佩斯克這個地方 利佩斯克這個地方 抱歉那它距離邊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說 到底是什麼東西去洗澡它 因為第一個時間你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們目前為止 所有空軍基地 在那邊燃燒的一個狀況 你炸爛了 對 火藥庫發生爆炸 那甚至他們晚上的時候 整個夜空都響起了這個爆炸聲音 那為什麼這樣 抱歉這個地方是他們 非常重要的一個空軍基地 這裡面有什麼 有蘇34 有蘇25 然後蘇57 還有米格29 對 在這邊 這等於是非常 這個等於是簡單來說 它是用來攻擊烏克蘭前期 一個非常重要的空軍基地 所以它現在也被人家洗腦了 而且它距離俄羅斯 莫斯科也蠻近的 所以等於是說 它打到這個地方 不只是我要打掉你的 後面的這個空房的這個部分 我還靠近莫斯科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當然形成一個非常巨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你看五角大廈已經 開綠燈 這是他們五角大廈的說明書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烏克蘭當然可以使用 海馬式和ATA CMS的戰術飛彈 或任何供應武器 攻擊俄羅斯庫斯克地區 在內的任何一個俄軍目標 可是他已經不是講嗎 我給你的武器 你千萬不可以飛越俄烏邊際嗎 鳳姐它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叫你衝了啦 叫你衝了 就是這個是怎樣 這跟著之前俄羅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說 你衝吧 給你武器你就衝吧 你要打什麼打什麼 現在是美國 叫你衝了啦 往前衝就對了 所以現在顯然 烏克蘭應該會展開 去年沒有展開的夏季大反攻 今年搞不好真的會展開 夏季的大反攻 好那於是他們就開始策劃了一個動作 他們召集了約莫一千多人 他們就沿著這個 138公路的開始往前推進 那目前一直 因為站在烏克蘭境內 他們都OK 138公路 然後打進去了這個蘇甲這個地方 結果蘇甲為什麼打進去非常重要呢 因為蘇甲是當地非常重要的一個 天然氣的公司 天然氣的草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打進去他們嚇了一跳 嚇了一跳之後 寶姐你讓他們做什麼動作嗎 他們就開始埋伏在這附近 他們想說你們會有大量的部隊來 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在埋伏的時候 把你們陸陸續續幹掉 幹掉之後呢 我再繼續往前推進到庫斯克 再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他們在中間 你知道俄羅斯不是沒有準備 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這個所謂據點 結果沒想到他們一開始 就先把你們兩個據點斷掉之後 你目前為止 任何部隊都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呢 他們現在就變成一個 後防空虛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最近覺得奇怪 為什麼車程部隊會跑那麼快 原來我在蘇甲這個地方 圍點打員 你任何援助的部隊 我全把你幹掉 幹掉之後你快速往前衝 對 打的整個車程部隊 還有這邊的守衛軍 完全措手不行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先把你圍住 圍住之後還假裝撤退 撤退之後呢 有非常多無人機過來 你要來支援的時候 我就把你的這個坦克車 把你炸掉 所以等於是他們現在 戰法是獲得成功 而且現在共恐怖是什麼呢 他們現在烏克蘭的目標 是要繼續往庫斯克的北邊前進 他們要佔領當地 當地一個非常重要的核能發電廠 還要往前衝 對 為什麼 因為核能發電廠 當地有非常多 他們傳言說是可能 俄羅斯的武器都在那裡面 他們現在佔領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現在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對普丁來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支援 現在普丁呢 他現在沒辦法 他現在要從前線 聽說他要調一萬名的官兵回來 但是問題是 你要能夠守得住 要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內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經不知道說 他們的軍隊能夠推進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這個在北邊的戰士來說 讓俄羅斯真的完全驚慌失措的一個局面 那我們就跟你講了 之前俄羅斯的前參謀首長格拉西莫夫 被這個普丁對的這樣講的 完全啞口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今天要證明說 我們現在已經阻擋了烏克蘭的攻勢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反擊 導播那些畫面 他現在這個反擊不講還好 他現在把這個畫面公佈出來 在俄羅斯境內反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你現在講 這些戰場在哪裡 這些戰場就在俄羅斯 你現在發動這麼多的攻擊 你現在發動這麼多的部隊 在俄羅斯境內 那不代表 現在烏克蘭已經深入激進了嗎 沒錯 格拉西莫夫雖然被普丁定 當然就是說 沒有 我們已經把敵人都退去了 他們都已經回去了 你看 我們國防部就公佈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就公佈影片 他們就說我們炸掉 你看他們炸掉他們的坦克車 然後炸掉他們的相當的裝甲武器 可是寶姐 這個位置在哪裡 在蘇甲鎮這個地方 已經是在俄羅斯境內 打進來了 所以顯見 你公佈這個照片證實 他們是真的打進來了 而且你沒有防住 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國土裡面 難怪俄羅斯人嚇死了 你說在邊境已經把他退去 沒有啊 他們已經打進來了 然後他們直接來公佈另外一個畫面 就說你看 我們這個抓到了烏克蘭的坦克車 一個一個跟他們摧毀 結果沒想到寶姐 他們後來顯示是什麼呢 因為這兩樣的坦克車 是T62的俄羅斯坦克 所以這個影片是烏克蘭的影片 他們還誤用了烏克蘭的影片 所以顯見他們這些影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證實一件事是 俄羅斯的官方證實一件事是 烏克蘭真的打到俄羅斯的境內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這個進攻 是已經有準備的 是的 他們在進攻的時候 剛剛講已經投入剛剛講的 我不是有一千個人進去嗎 對 我有一千個部隊 然後呢 每一個人他我剛好配備 一千架無人機 對沒錯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你看 我們就講嘛 他們一千個人 然後配備一架無人機 所以有一千架 然後還有這個四個旅 還有一個炮兵 這個協同部隊一起作戰 然後警戒下又有後備部隊 那要因為當時的前面 前面來說 他們端掉兩個據點對不對 一個據點一個據點都有 大概約莫三個團還有兩個贏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們等於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用優勢兵力端掉一個 然後再端掉一個之後 然後再往前進這樣一個方式 那當然俄羅斯 只能揣在彈啊 所以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你看 這個車程的這個指揮官 他不是我們不是說 他們前線有車程指揮官嗎 他說什麼 我們有在前線啊 但是敵人的太奸詐 我們無能為力 也就是說他被騙了 被騙了之後無能為力 他只能往後跑 因為這個他們重要的防線 已經被突破了 所以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可能會 會支援越來越多部隊 既然打進去的話 那當然就越來越多部隊往前進啊 所以這個前進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來幾天 還會繼續往前推進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個資料 我要講的 我才知道無人機 現在的運用有重要 剛剛講一千個人 部隊進去 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一千個人 派了一千個無人機 代表每個人 都可以控制一架無人機 無人機進去了以後 你的戰場管理 你的徵收 我們講工房收緊間 你的兼兵 你的這個所謂的徵收 完全都由無人機來負責了 所以寶寶姐 為什麼這次烏克蘭能夠突擊那麼順利 或許他們也在實驗一種新的戰術 就是大量的無人機 跟大量的這個地面部隊 用這樣來協同作戰的方式 看能怎麼樣來打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作戰 我覺得也值得大家來好好參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你知道現在俄羅斯媒體已經開始 有人指責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麼 對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 之前就已經有跟你情報啊 就說好像有人在這個俄羅斯 就是跟烏克蘭的邊境集結啊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為意沒有關係 這個小打小 然後不可能會怎麼樣 結果就進來了 這進來的話 目前怎麼辦 現在庫斯科的民眾 他們現在就開始有很多畫面 你看庫斯科的民眾開始 你看他們的俄羅斯的兵團 被人家這個殲滅之後呢 熊熊火焰就這樣派出來 對庫斯科 那還有很多民眾 現在準備要離開 然後這個當地來說 很多加油站都已經擠滿了人 大家都想要離開這個戰火的這個地方 結果我們要搞到最後 真的證實什麼 烏克蘭軍隊真的打進來 而且現在讓俄羅斯最頭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標是庫斯科 還是你的目標是南邊的克里米亞 這個普丁大概也沒辦法摸清楚 好 宇雪 我們這邊講說 現在整個1000個部隊進到了庫斯科 進到庫斯科以後 佔領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剛剛講到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本來以為說 你只是烏東地區 你要把烏東地區 庫斯科這個地方的交通要重鎮 你的後勤資源把你給去除掉 可是沒有想到 今天出來的消息是 我在半夜 我半夜夜襲赫爾州 甚至原來承受壓力最大 居然在克里米亞 而且克里米亞這邊的 SAM-300 SAM-400的防空飛彈群 幾乎都被消滅了 不止如此 他們的所謂的飛機的機隊 已經有三分之二跑掉 更不用講 這裡的黑海部隊已經名存實亡 保德哥你把所有的戰況拆開來看 你會搞不清楚說 烏克蘭他到底真正的標的是什麼 到底是要往庫斯科內部去深入 還是要去打克里米亞 其實這是一招 我們講象棋裡面最決的 叫做將軍抽軍 將軍抽軍 我請問一下打庫斯科真正目標 請問到底是庫斯科還是別的地方 不是喔 因為當他今天這22的這個機步旅呢 衝到庫斯科之後 他在下一步他可以去佔領什麼 他的電廠 當他佔領他的電廠之後 他可以長期做一個居地 而離庫斯科最近的 保德哥被這個鎮壓住你知道是什麼嗎 莫斯科 對嘛所以這才是重點 當他打到庫斯科 如果他發動全面佔領的話 莫斯科這邊會為之陣害 等於說普丁絕對會瑟瑟發抖 所以你仔細看 為什麼那時候普丁非常的生氣 甚至敲桌子 因為威脅到他本人了嘛 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嘛 再來庫斯科他前進的是什麼 22的是我們講雞步旅 但你以為只有22雞步旅 不是 保德哥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他是整個旅情潮而出 所以很多專家在看說這個太異常了 因為你等於是把整個旅的兵力 對 重裝全部的火力 all in到庫斯科的地方 不尋常嘛 你all in在這邊 而且後方還有沒有其他部隊 有喔 包括72旅以及80旅 這些三個部隊 都在後面帶兵而動 所以昨天大家以為說 你只是襲擾破壞 你只是小打小鬧 因為以烏克蘭我們再講 你的那個人力 包括你的部隊 你是不可能長期在俄羅斯戰裡的 結果他還是派了大量的軍員進來了 對所以這叫什麼 將軍 我跟誰將軍 我跟普丁將軍說 你要不要來顧庫斯克 你如果不顧庫斯克的話 我可能600里長驅直路 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 所以與此同時各位 你如果只看這個的話 你會想說難不成他們真的要寫任普丁嗎 當然不是 這個叫將軍 那抽居是哪裡 抽居就在於克里米亞 以及赫爾松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講 克里米亞很危險了 當然因為克里米亞 你知道他有什麼重點嗎 以前為什麼他可以維持他的銅槍鐵壁 第一他有黑海間的做保護 再來他有薩姆400 再來他有最龐大的我們講高達300架的空軍 全部都會在那邊 但請問一下寶傑哥 現在還有 沒了嗎 對嘛你各位你仔細看 克里米亞現在全面被轟炸 包括彈藥庫 包括他的機場 我們就講第一 他們現在透過說 包括什麼海王星飛彈 包括所有的無人機 全面轟炸 各位你仔細看那個畫面 彈藥庫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塗 這都是克里米亞 對 這麼慘 對那這只有一個問題來啦 以前為什麼有海王星飛彈打不進去 以前為什麼沒有辦法無人機長驅直路 因為以前克里米亞有非常我們講的 優秀的空防 包括薩姆400系統 薩姆300系統 布置的很嚴密嘛 而且這裡我才知道 原來這裡有這麼多的空軍基地 對那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才知道烏克蘭的大目標是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要派一些無人機 派一些自殺無人潛艇 前去不斷的騷擾 包括貝爾貝克這次機場都遭到轟炸 理由很簡單 他就是要把你周圍的 我們講的原本的防控器設備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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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來 卸下來之後 你防控設備也沒了 然後呢 你的黑海艦隊 請問一下各位現在還有嗎 不見了 名存實亡嘛 他本來在這個地方是非常 他的塞返港 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艦隊的基地 現在 糟糕咧 糟糕咧 只有一個理由 如果說我待在這邊是安全的 我當然會待 如果我待在這邊是危險的 我當然趕快拔腿就跑吧 因為現在他們最可怕的是什麼 克里米亞 因為他是一個孤島 孤島我們講 在戰爭裡面的形態來講 最好打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連外後勤補給非常薄弱 而且只有一條道路 只有一條鐵路 一工難受 對 所以原本他們最重要的依靠 就是這個塞返港的 我們講黑海艦隊 但當黑海艦隊這邊呢 已經沒有辦法再防衛 當面對領空來的 這個我們講來犯呢 他沒有辦法再防守的時候 克里米亞就變成了烏克蘭 拓手可得之物 這才是他真正想要佔領的原因 難怪澤倫斯基 現在至得意滿講 我要讓普丁長長 戰爭的滋味 對 所以你仔細看喔 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亞而已 他甚至我們講 他後方呢 我們講俄羅斯的境內 都遭到轟擊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境內 他透過去打你後方的援助 他最主要目標是什麼 因為你看喔 比如說這邊 薩姆斯白先遭到轟炸 甚至是我們講的 他們講參謀部算說 目前他整個飛機呢 已經損失了363架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根本不能再承受 額外的損失 所以你知道他做什麼動作嗎 他直接把克里米亞這邊 黑海艦隊附近的空軍基地 測了三分之二的飛機 測三分之二 對 是戰力保存嗎 因為他原本大概260架 然後現在說到不到90架 當然有些是被烏克蘭的 我們講摧毀掉 但大部分是他們 直接調回國內 而且他說他現在有很多的機場 一架飛機都沒了 對 他其中有兩到三個 其中有兩個機場 完全是空的了 等於說他們只集中在 我們講可以保存的地方 法律哥你知道為什麼說他這邊會完全是空的嗎 我守不住 我幹嘛放在這邊 你等一下無人機來 又把我炸掉 我又守不住你 我的機槍又打不到你 我又沒有防空設備 我不是變成 如果放在這兩個機場變成什麼 變成你陸軍戰術導彈系統的火把嗎 變成你風暴之應的火把嗎 我怎麼可能擺在這邊 而且我如果擺在那邊 剩下可以防衛的 防衛也不強 所以大部分的都撤回去 再來有個至關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F16 F16來了 請問一下如果F16來了 第一個你空右眼沒了對不對 我AM120隨便就把你空中目標打掉 再來你如果停在那邊 地面部隊 我也可以對你親腳 所以對來講我根本得不償失 與其在這邊跟你硬碰硬 我不如趕快讓槓回家去 把我的重要的飛機先撤回去保存 而且導播我們現在看到接下來的畫面 這個東西是非常精準 這個非常精采是 你簡直是由美國特種部隊 像美國海豹部隊 進行夜襲 在整個漆黑的夜晚 在水面進攻赫爾松 不過剛剛我們講戰爭的時候最害怕什麼 就是那種漆黑夜黑風高 有水鬼摸進來 突然間把你這邊炸那邊炸 完全搞不清楚 各位這真的是夜黑風高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講的去攻擊後的時候 烏克蘭的這種部隊 所以你看他們是趁著夜襲的時候 而且他們去打擊什麼 打擊你的裝甲師 打擊你的裝甲部隊 所以他不只是這樣 當他潛去之後 還通過轟炸 通過無人機等方式 你知道最後造成什麼結果嗎 包括我們的兩機車 包括我們的NTLB 全部都炸到重創 而且最可怕是什麼 被炸完之後嚇死了 然後趕快晚上醒來 到底是誰炸完 不知道 摸了就跑 碰到水鬼了 對 這就是水鬼嘛 戰爭最怕的 摸到水鬼 跟他打一千也不知道 人在哪裡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不只是打擊赫爾松這個地方 因為我再強調一次 他其實目標是克里米亞 但他故意藉由赫爾松這種騷擾 甚至他打到哪裡 境內喔 沃羅佐夫斯克空軍基地 這個很難編 這是都跑到裡面去 他刻意去炸俄羅斯的境內 他們想說 沒有啦 只是無人機轟炸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個畫面 我們直接看他現場那個機場 爆炸畫面 欸 抱歉哥 無人機可以炸成這樣子嗎 當然不行 還訓中央雨桃說不是嘛 所以你知道這什麼嗎 F16來了 F16來了 F16登場了 F16直接炸給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俄羅斯 現在多處都我們講的 戰況到處四起 焦頭爛耳 所以變得是 克里米亞恐怕 想守也很難守住 好 剛才講的 表面上看起來是烏克蘭 進行了攻擊 現在已經進到了 第一個進到庫斯克 現在我也對 克里米亞跟赫爾松 進行攻擊 可是你說不是 像你過去 你過去也去注意國際政治 你說關鍵在美國 是美國開綠燈 美國幫他訓練好了 美國把所有東西 美國才是背後 真正的螢武者 寶石哥 因為最近大家關心台灣的事情 這個比較沒有在看 但我跟大家講 你上網去查 在今年的5月30號的時候 路透社有一個獨家報導 他說美國總統 當時還是拜登 還沒有退選 他打算要對烏克蘭開綠燈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 美國所提供所有的 包含海馬斯火箭爆等等 這些武器 都有一個條件就是 你不能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你可以把俄羅斯 在兩年多前 入侵烏克蘭的軍隊趕回去 你打聖戰 你保衛你國家都可以 但你不能去打烏克蘭 你不能去打俄羅斯 所以這個禁令 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一直都沒有被解開 所以過去 你看到烏克蘭在怎麼樣 就是在烏東打來打去 所以之前都在哈爾科夫 你要知道 從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5月底都傳出 哈爾科夫的二軍打回去 你可以使用美國的武器 你看哈爾科夫在這裡 哈爾科夫是烏克蘭東北邊的 哈爾科夫最下面的地方 可是跨過了國界以後 往上走就到庫斯克 這已經是俄羅斯境內了 這個地方是哈爾科夫 對 那一開始5月底的時候 保健哥我要講 他的邏輯是這樣來的 5月底的時候 路特斯講說 開放這個烏克蘭 使用這個美國的武器 打這個哈爾科夫 把他打回去以後 可以打到邊境裡面 但是他沒有想到哪裡 所以就打到比爾格羅德了 對 現在目前不是 保健哥今天最新的狀況 是已經打進庫斯克了 而且還有影片 那庫斯克再往北走 當然那個莫斯科 還有很遠的距離 但你要知道兩件事情 第一個 五角大廈 為了這件事情 今天就在幾個小時之前 來 保健哥你看 他開了記者會 Sabina他的這個新聞秘書 他接受媒體的提問 媒體再次跟他確認 所以包含美國所提供烏克蘭的武器 確實可以打進俄羅斯嗎 這個部分我們要做確認 結果沒想到Sabina回答他 他說 Yes 我剛剛已經講了 所有你對於拒絕入侵 反擊俄羅斯的這個軍事行動 美國的武器 他可以打到所有他能打到的地方 所以他同意 烏克蘭可以使用美國的武器 打俄羅斯 那現在確實也是打進去的 第二個 長征武器可不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他說我們不希望用長征武器 所以現在除了莫斯科之外 等於全部地方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 那我這樣我不打莫斯科 那我一直推進呢 現在據稱是1000個 烏克蘭的士兵就進去嘛 他講說1000個很簡單啊 這個克魯林公也發信用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見面260個了 所以還有740個 但問題是 現在烏克蘭他不斷發布影片啊 剛剛最新發布的影片 觀眾朋友看一下 他說我們才一推進到 這個庫斯科的時候 這個俄羅斯的士兵馬上就投降啊 投降 整批的士兵馬上講然後不打 而且他們的裝備 你看起來有沒有就這樣啊 這都是投降的 這個是烏克蘭公布的影片 說我們一打進庫斯科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反抗 所以我們開始呢 要往前推了 那你今天庫斯科 如果你打到庫斯科那個城鎮的話 是100公里 那現在目前了解到 大概已經推進 烏克蘭說我們已經推進10公里了 那他要推進多少 那重點在於這裡 從2022年2月24號那一天 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 那哲羅斯一講什麼 如果是講這個台語的話 反擊俄羅斯攻入庫斯科 我要讓你知道我的感覺 因為兩年前你打進來啊 對 所以這叫反擊嘛 反擊以前是你打我 現在是我打你 以前是你跨過了國穴 打到烏克蘭 現在呢烏克蘭要大反攻 我要跨過國界打進俄羅斯 而過去這個事情是被美國限制的 沒想到就在今年的5月底 特別是到6月的時候 美國政府已經完全開放你這樣打 那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庫斯科只是第一戰 莫斯科不能打長城武器 可是你慢慢往前推斷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目前還不知道 好瑞德剛剛講是 1000個烏克蘭士兵 剛好配備了1000個無人機 而且你現在在烏克蘭戰場裡面 剛剛講你用的無人機 你用的F-16 你現在用的刺針飛彈 標槍飛彈 還有你今天用的這個火箭 火箭這個長城武器 不是都跟台灣一樣嗎 老傑你知道 那麼這幾天啊 烏克蘭打進去庫斯科 這代表什麼意義你知道嗎 代表什麼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到現在 俄羅斯的領土第一次被 另外一個國家的正規軍打進去 對耶 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都是俄羅斯 比較這個反俄羅斯的 然後親烏克蘭的這些民兵 小規模的這個等於西島破壞嘛 這次不是這次是直接打進去 目前烏克蘭公布有四個旅 四個旅呢正規軍啊 那麼直接一開始的時候是搭配 11架的 11量的這個等於坦克 還有20幾輛美國跟德國 所提供的這個 中甲車嘛 進去 烏克蘭都沒想到 會那麼容易得手 他沒有想到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他真的沒有想到 所以現在 你知道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第一次正規軍 攻打進去俄羅斯之後 你知道這三四天 他得到了什麼戰果 得到什麼 他已經把佔領 烏克蘭已經佔領了俄羅斯 350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羅斯對普丁來講 這是起始大乳 為什麼這兩年半以來啊 那麼只有烏克蘭的老百姓 在逃難對不對 對 結果沒想到現在 竟然有數以好幾千計的 這個的庫斯科附近的老百姓 他們在逃難 然後加油站擠滿了 擠爆了加油的人 那全部在逃難 然後這個烏克蘭啊 這一點我們要學 要學烏克蘭的新戰中心 新戰中心故意把俄羅斯 幾十名那個部隊呢 投降趴在地上 那全部作為他們的宣傳的影片嘛 根本不站 我不打啦 我投降 你知道為什麼不打了嗎 為什麼不打 因為他們的人原原 他們的守衛軍 原原少於烏克蘭 他們知道我打不贏 我不想死 你知道 我不想死所以我跟著投降 我底下投降 我就全部趴著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沒有什麼那麼容易得手 所以雖然俄羅斯說 我們已經見面了 一千個裡面的六百個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們烏克蘭還原原不斷 一直在增援喔 這個如果在孫子兵法裡面 叫做唯衛救兆 為什麼 因為過去兩個月以來啊 事實上 他們俄羅斯一直攻打 往烏克蘭一直把去年啊 幾乎把去年夏季烏克蘭 反攻的那個土地 幾乎都被他拿走了 打烏通 對 所以他現在呢 直接我打你本土 打你本土以後呢 我也直接攻進去 本來以為他攻進去以後 就會退對不對 他沒有退 沒有退他後面還原原不斷進去 而且現在坦克越來越多 坦克跟裝甲車越來越多 然後呢 海馬斯火箭彈 開始丟 開始炸 我告訴各位啦 現在這場戰爭到這個地步 對不對喔 對我們台灣影響非常大 為什麼呢 他的海馬斯火箭彈 就是美國要賣我們的嘛 然後呢 他的F16 還是比我們的F16V 比較低的 DGA的F16AB啊 他的飛機進去了 然後緊接而來呢 他們所用的赤震飛彈 所用的標槍飛彈 都是我們跟美國買的相關的 近距離的飛彈嘛 反坦克跟防空嘛 還有無人機 還有無人機 戰術都是一樣 而我們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自己買 然後呢 源源不斷的 我們有的東西比他們有的更多 我們的飛彈的數目比他們更多 所以呢 我們的國防部跟參謀本部都在看 烏克蘭是如何使用這些武器 在這個戰場裡面 然後他們要突襲成功 因為太輕敵 因為這個情報事實上早在幾天之前啊 俄羅斯的參謀總統就拿到 拿到根本沒有 連普丁都沒給他回報 沒回報以後 他想說你哪敢 你哪敢這樣打過來 結果打過來以後 發現沒有抵抗 就一直往孤軍深入那裡 不斷地深入 深入了以後 他現在目標有兩個 一個是天然氣的中繼站 就是俄羅斯要輸往中歐的天然氣的中繼站 我如果把它拿下 那我問你嘛 你這些天然氣 是不是我把煙喉掐住 另外一個是核能發電廠 他不會把核能發電廠給炸了 但是當時你不是把雜波羅勒的核能發電廠 拿下來那種感覺俄羅斯你現在知道了嗎 所以事實上 告訴各位 美國在問這個事情都裝傻 我們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但能不能用 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美國這樣做嗎 因為美國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微微就照 不要忘了 伊朗集結大軍說要打以色列 說如果美國攔截伊朗的飛彈跟攻擊製造轟機 就攻打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 這個時候呢 如果讓俄羅斯的老大哥 疲於奔命啦 然後擊授若干勒鍋螞蟻的話 對美國來講 一石二鳥 這時候當然故意裝傻了 所以我們看到AndroidHK 報導的是岸田文雄明天要帶50個日本的企業家 進到了中亞 而這個動作居然引發了俄羅斯的強烈反彈 強烈的抗議 你說這已經踩到俄羅斯利益的痛角 因為現在本來中亞是受到俄羅斯保護的 中亞以前是俄羅斯的小老弟 現在已經被美國 被日本入侵了 好 抱歉 實際上明天 岸田文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程 他準備要到中亞去訪問 但是被中亞訪問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俄羅斯發言 這個外交部發言居然抨擊他 那為什麼抨擊他 很簡單 抱歉你知道嗎 現在俄羅斯是多線火災 多線 他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中亞五小國 搞不好被端掉 反正中亞五小國在過去當時 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所以他們獨立之後 他們其實都跟俄羅斯關係非常好 但是因為跟俄羅斯關係非常好的時候 這幾年俄羅斯都是力量弱了嗎 力量弱了誰先進來 中國先拉攏這五個國家 實際上俄羅斯的影響力已經大不無限 結果現在不是只有中國要來 現在連日本都要來 美國都要來 為什麼他們就要削弱你 中國跟俄羅斯在中亞五國 目前的這個力量 那尤其是日本 日本 剛剛講到了 現在俄羅斯剛剛講 你從哈薩克 吉爾吉斯 烏斯別克 塔吉克 以及土古拜 如果這個中亞五國被我控制的話 剛剛講 我要進到黑海 我要進到離海 這個地方 我完全可以掌控這裡 剛剛講的油源的這個路權 我可以掌控這邊的航道 但你都沒有想到 當日本進來了 美國進來了以後 它的油管 它的航道 要遠離中國跟俄羅斯 對好 那為什麼日本要進來 抱歉 就是日本這一次 岸田烏雄來了 他準備要到哈薩克去 哈薩克要辦一個什麼 中亞加日本 就是說中亞五個小國 這個哈薩克 烏斯別克 吉爾吉斯 塔姑曼 還有這個塔吉克 跟我們日本的合作計畫 然後合作計畫開完之後 我還去拜訪烏斯別克 然後再來蒙古國去 然後這次有50個企業家來 50個企業家要做什麼呢 他說因為這些地方 都要發展太陽能 電力的這些基礎建設 我會跟你合作 還有金融的互相合作 我會跟你合作 然後另外我要建立一個 排除中日之間的 我們未來的 就是所謂航道的合作 排除中俄 你看他就是這個 來這個所謂的 這個吉爾吉斯 然後這個烏茲別克 然後透過這邊 然後繞過這個中亞的國家 然後到土耳其 要嘛就到歐洲去 這個航道就是要排除 俄羅斯跟排除中國 所以這個 這個當然是美國 也樂意看到 日本來了 然後我們美國 我們美國有油管 所以現在等於是用經濟利益 在讓這些中亞國家 能夠出現一個導向 導向這個俄羅斯以外的國家 所以你說以前中亞五國 要離開這個國家 或者跟歐洲接觸的話 你要進到俄羅斯 你要進到俄羅斯的領域 就代表你是在俄羅斯的眼皮底下 就沒有想到 我現在要慢慢脫離俄羅斯 對 所以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 為什麼老實講 你看日本正嘗試進入 數千公里之外的中亞 但不是為了經濟的利益 他說什麼呢 因為日本試圖向中亞國家 脫入西方的意識形態 所謂的基於規則的秩序 這種意識形態是具有反俄羅斯 還有反中國的含義 所以他就說 對 你就是反中國跟反俄羅斯 他就直接把他定義的這樣 你來 就是反俄羅斯跟反中國 所以人家去跟那些國家開會 幹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馬上就定義成 反中國跟反俄羅斯 可是中亞被敲走也很嚴重嗎 如果中亞跟日本跟美國交好 對俄羅斯來講 竟然會造成重大傷害嗎 而且我跟你講中亞 如果真的被敲走的時候 不只對俄羅斯傷害 對中國也是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中亞這幾個國家 他要嘛就是在俄羅斯的境內 目前為止 烏克蘭這邊已經開始告急 我在這邊再弄進來 俄羅斯被前後夾擊 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把中亞固得牢牢 就是不希望後面還有人來捅我 就假設如果真的這個勢力 被中國跟日本跟美國進來之後 對這兩個國家 是壓力三大的一個情形 因為剛剛講 如果今天哈薩克 吉爾西斯 今天被敲手之後 現在對中國來講 最頭痛的問題是什麼 是新疆問題 沒錯 如果我現在新疆問題 是因為我穩住了哈薩克 穩住了吉爾吉斯 所以我還可以撐得住 如果哈薩克 吉爾吉斯跟烏茲克 你們倒向新疆 我就完蛋了 對 東突厥運動再起 說這個對中國影響多大 同樣對俄羅斯也是一樣 他的後院絕對不能夠再失火 所以這個當然非常 所以你就知道說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國際包括像美國跟日本 都用什麼方式 都用所謂經濟利益 那為什麼用經濟利益來 保證我跟你講 過去一段時間 俄羅斯的確是給這些中央五國 非常大的經濟的資助 經濟的這個 包括說給你資源 給你幫忙 可是問題是現在俄羅斯的經濟 本身都搖搖欲墜 你說他現在自顧不暇 他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說那怎麼辦呢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這個50個巨頭 50個商人跟岸田一起 過去來說 當然就是要透過經濟的力量 如同他們在東南亞做 而且那日本這一次呢 他認為我在這個中亞五國做更好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東南亞 東南亞有些國家 被日本佔領過 他們可能有一些民族情緒之類 東亞五國沒有 他們就是向前看 你只要給錢 我們就願意 所以這五個國家 而且這五個國家裡面來說話 包括說像查薩克有石油 包括說他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裡面有很多礦產 這個也是日本需要的 所以這個等於是 日本這一次來之後 不但可以鞏固我的礦產 我還給你投資 我還帶錢給你 那當然這五個國家呢 這一次或很多或少會表達 對日本友好的這個態度 而且你講說 中亞五國過去倒向了俄羅斯 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安全因素 因為中亞五國過去的安全保障 是透過俄羅斯 一個事件的強權 就像哈薩克之前內亂的時候 誰幫他平定的 俄羅斯平定的 可你沒有想到 既然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被人家看不過手腳 對 原來二次武器碰到了北約的武器 碰到了美制度武器 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今天更可怕的是 烏克蘭的軍隊 以前俄羅斯完全看不起烏克蘭 現在烏克蘭居然已經 連華爾街日報都講 現在烏克蘭軍隊已經跨越邊境的行動 讓俄羅斯感到意外了 對 沒錯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真的是 這是這個馬民專輪 為什麼馬民專輪 我跟他講 第一個 目前為止來說 庫斯克在這個地方 這是烏克蘭境內 這是俄羅斯境內 庫斯克境內 保證你知道 今天的話 終於有這個坦克車進到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坦克車是烏克蘭的坦克車 我跟大家講 他們就當地就說 這是1941年納粹入侵以來 再一次有外國坦克車 開進庫斯克 所以他們完全嚇呆了 你說這麼多年沒有外力入侵過 對 那嚇呆的時候 現在俄羅斯怎麼辦 俄羅斯只能夠做 因為他打不過他們 他們現在只能說 我撥款兩億美金 近期撥款 然後把這些人員全部疏散走 所以現在只能用這種方式 不能打 不能打 沒辦法 主力部隊不在這裡 主力部隊都在烏東 不在這裡 這邊沒有什麼主力部隊 所以現在只能夠先動員 讓人先離開好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為什麼我說 俄羅斯的摸命專輪會 他之前不是飛到伊朗 去跟伊朗說 你看他們 就伊朗現在 伊朗總統跟哈美尼說 我們不要打 所以你才來叫他打 然後武器給他之後 他馬上就跟哈美尼說 我不要打 所以現在伊朗不打以色列 所以伊朗也不聽俄羅斯的 對 他不聽你 而且他給你這個武器 騙到手之後 他就跟你說我不要打 另外什麼 我不想講中亞五國 不是辯解嗎 還有另外一個是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過去一段時間 他也是前俄羅斯 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他們有加入個集體安全組織 結果他現在說 我要退出集體安全組織 我要跟美國軍演 集體安全組織是前蘇聯 前蘇聯時代一個所謂安全組織 結果現在你要浪槓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跟美國軍演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告訴你 俄羅斯現在他所有周邊的國家 現在似乎是都完全要叛變的一個情形 而且現在剛剛講到的 烏克蘭衝進了庫斯科以後 庫斯科現在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幾天的這個部隊來說的話 大概烏克蘭派了大概1000名左右的部隊 然後就開始往前推進 往前推進 目前為止 大概約莫已經往前推進 最深入來說 距離惡物邊境已經有15公里以上 而且他已經佔領了約莫300多平方公里 大概約莫是1.3個台北市的這個大小 那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很生氣啊 普丁馬上跟格拉西諾夫開會 結果沒想到格拉西諾夫跟他說 我們已經擊退了相關的人員 結果普丁不相信 他一臉就是很戳惡的樣子 而且很生氣 趕快你要給我解決啊 所以才說他撥了兩億 兩億是這樣 趕快撤走 可是格拉西諾夫真的很無死 他講說我們擋住了烏克蘭的攻擊 對好 那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已經往前攻擊進去了 所以現在在庫斯科很多地方來說 到處都有所謂的戰火的出現 你看就是很多房屋被焚燒的地方 我就說庫斯科人就說1941年之後 沒有經歷過這樣 所以這種恐怖感在庫斯科開始蔓延 所以他現在這個普丁能做的時候 你不要看到這些 把人撤走就好了 那你看真的很多房子 就被摧毀了一個狀況 就是你怎麼對付烏克蘭 我現在就怎麼對付你 我就把你的房子也把你打掉 又把你房子摧毀了這個狀況 那你講前線的俄羅斯部隊 不是沒有部隊在 有 這一開始的人原本是這個 所謂這個車程部隊 車程 車程部隊浪槓 全面的車程部隊跑了 可是車程不是號稱 是全世界最兇狠的傭兵嗎 但是他們跑了比誰都快 他們跑走了 結果後來第二線是俄羅斯部隊 就俄羅斯部隊怎麼樣 他看到烏克蘭的部隊之後 馬上就投降 馬上投降之後 而且他們是自動 自動打就投降了 就投降 而且他們是帶隊 你看他們是帶隊 你說這些都是投降的 對 他們是帶隊 舉白旗 對 成群結隊就說 我們投降 我們不要再打了 這樣一個狀況 第一個拿白旗 所以我就跟你說 為什麼普丁要讓這些人走 因為他知道 如果這個再打進去的話 搞不好他們長驅直路的 非常遠的一個狀況 好 那現在攻進庫斯科的是 這個非常強的部隊嗎 寶寶姐他們要到 第二十二獨立機械旅 好 那我們講 第二十二獨立機械旅 寶寶姐那這些士兵 是什麼時候來的嗎 今年的五月 也就是說他現在才受訓 兩個多月的時間點 你看他們是 他們的新兵的時候 這是他們新兵訓練的 這個照片 他們在這個所謂基地附近 進行什麼 野戰演習 射擊演習 還有戰鬥演習 那他們這些都是 完全都是 有些是志願來的 那有些甚至還是這個 這個這個 原本有當過兵 然後回來當兵的 平均年齡40歲 所以等於是他們是 散兵嘛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 戰鬥力的這個兵隊 結果沒想 欸不是 部隊之下的兵哥 40歲 40歲 在被等於說 徵召過來打兵 在打仗的 沒有他們是志願參加 就是說欸我 我願意替國家打仗 所以可能裡面有類似 像我這樣已經50歲 然後還有二三十歲 所以平均起來是40歲 然後後來又會接受了 非常多的武器嘛 包括說給他們這個 機械化的這個坦克車啦 然後給他們一些 不知道怎麼作戰 這個所謂 無人軍 無人機啊這樣 好 那就訓練兩個月之後 好 那就這樣去打了 結果沒想到兩個 兩個月的訓練之後 就去打了 打了之後結果沒想到 現在打到這個目前為止 打到連普丁都在 克林姆林宮生氣啊 所以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的這個戰場 的確是有一點點風雲變色 在整個這個平地上面的 這個作戰裡面來說 反正你過去的戰場 不是只有在俄羅 烏克蘭戰場裡面 我現在也要打到 俄羅斯境內的一個情形 而且普丁看到美國的立場 他更嚇死了 是 因為美國開綠燈了 對沒錯 人家就問說欸 這個攻擊的這個 這個所謂動作來說 有沒有智慧美國啊 結果美國說什麼 烏克蘭如何展開軍事行動 決定是烏克蘭做的決定 然後這個科比就說 我們對他們 我們只有跟他討論過 那最後來說 美國需要專注這個烏克蘭 不需要什麼來保護自己 所以他意思是說 我還會繼續給他武器 那至於說他怎麼打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我跟我們討論過 所以告訴你什麼 美國已經開綠燈 如果你要怎麼打 就怎麼打 尤其在現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來說的話 如果能夠讓普丁越不安的話 就是美國希望看到的一個情形 好 所以請問 現在俄羅斯在這個 俄乌戰爭裡面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華爾街日報特別提到了 烏克蘭的部隊越境 已經讓俄羅斯感到意外 這個對他來講 他的威信真的是一個 極大的傷害嗎 還有岸田文雄要到中亞 為什麼俄羅斯氣急敗壞 也就是中亞五國 真的要離開俄羅斯 如果中亞五國離開俄羅斯的話 以前俄羅斯最在乎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天然邊界 我所有的攻擊 對我來講都是一馬平川 我如果沒有烏克蘭的屏障 我沒有中亞五國的屏障 任何國家要侵略俄羅斯 都可以直接衝進來了 你知道普丁攻擊烏克蘭 當時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自始以來 烏克蘭本來就是俄羅斯一部分 你想想看 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 如果你今天岸田文雄 在中亞操弄成功來講的話 中亞這些國家以後 會不會想加入北約 當然也想 說不定也真的想加入北約 那這時候整個俄羅斯 不是團團被圍住嗎 你知道那個路權論裡面 講說這整個歐亞大陸的核心 其實中心點在哪裡 就是在中亞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說當時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就急著進到中亞 但是後來中國發現到 趕快用上海合作組織把它綁住 然後順便把俄羅斯綁進來 現在來講不對啊 俄羅斯現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後 真的叫什麼 賠了夫人又責兵 什麼叫賠了夫人又責兵 因為你烏克蘭也打不勝 然後你中亞也丟掉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日本啊 中國的勢力 不斷的再進來 你俄羅斯會越來越什麼 被綁住會越來越小 也就是說你普丁來講的話 你發動這場戰爭呢 本身來講沒有做大 你的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反倒是你讓俄羅斯做小了 而且越來越小 什麼意思呢 你連軍事力量整個都被下降了 排名的人往後掉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對俄羅斯來講 它有一個心理的緩衝區 這個心理的緩衝區剛剛講 你要不要有烏克蘭 你南邊要有中華五國 不然你完全沒有任何邊界 你沒有任何緩衝區 你的國家是無法受到保護的 對 你看俄羅斯 你看從冷戰結束以來 華沙公約組織退掉了 東歐國家本來是 他的緩衝區就不是了 現在連前蘇聯共和國的 這些國家 全部也都一個個背叛他了 所以就整個跑掉了 所以未來的俄羅斯 就被夾在這中間 但是你知道更重要的是 他這一次真的沒料到說 哲羅斯基敢證明這件事情 直接派部隊供入他的國土去 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說是小老弟 怎麼可能的事情 現在來講的話 真的派一千多名部隊進來了 我覺得他再怎麼想 都沒有敢想到說 美國居然開綠燈 美國居然允許烏克蘭的部隊 直接越國邊界 而且剛剛講的 越國邊界一越就越了15公里 而且佔領了350公里 350平方公里 對 本來就普丁有警告美國 說如果你們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結果他用你的武器 如果打到俄羅斯境內的話 就會掀起世界大戰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針對誰提供武器給他 比如說德國 我會攻擊德國 比如說波蘭 波蘭 我就攻擊波蘭 他已經撂下這個狠話 沒想到這個時候 哲羅斯基還幹這種事情 然後美國也不會信任 這個普丁所講的話 是真實的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哲羅斯基近來 應該都是拜登屬意的 因為拜登真的也是需要說 這個戰場來講的話 即將要進入到尾聲 否則來講的話 他基本上 美國國內通膨的壓力 還有很多經濟壓力 都其實因為跟這場戰爭 是有關係的 不是 如果我今天不處理的話 我就等著被川普收割了 是啊 川普已經跟你講了 說他上任之前 就要把這個談判把它談成 然後把這個戰爭終止掉 現在來講的話 就在安排說 11月有可能舉行的和平會談 所以這個進攻俄羅斯的國土 其實我都認為說 為了和平在創造一個談判的籌碼 這個談判籌碼如果創造出來的話 普丁說不定真的就上台滿足了 好 玉鳳 接下來就剛剛講的 這一次的行動真的非常的快速 快速到剛剛講的 讓俄羅斯完全戳手不及 第一個講的 車子的部隊馬上轉進馬上跑掉 就讓這些助手 在這個地方的俄羅斯士兵 每個人只有舉白旗來投降 舉白旗來投降 為什麼這麼快速 現在大家要看 原來烏克蘭已經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攻擊步驟 透過無人機 透過F16 透過這個所謂的 這個地面的這個坦克 他可以入空聯合作戰 對 這一次來講的話 烏克蘭直接殺到庫斯克 俄羅斯沒有想到說 我以為戰場在烏克蘭 怎麼打到 不是家門口 是打到家裡頭的 然後那些 那些守軍 竟然直接搭了火車 就跑走 這個畫面衝進來之後 我相信對庫斯克 那邊的居民來講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心理壓力 過去來講 都是一般的輕裝部隊 來騷擾一下走 但是你裝起來 坦克車開進去了 然後F16也到了 這個戰場之後 現在感覺上烏克蘭來講 殺到對方的門口 完全都不害怕 所以你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F16非常重要 對 F16來了之後 把空中給壓制住之後 地面部隊就進去 那F16他帶了很多很多 這個西方的武器 包括我們這樣的 J-DEP 你一般的炮彈 加上這個套裝之後 有了GPS的尋導系統 還有這個小直徑的炸彈 可以穿越這個 一般的強固的機堡 這個打下去之後 F16不是說 你畫面這個突然之後 給大家一個心理壓力 而是當你在空中 戰場上面 來浚池的時候 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他根本是 拿他沒辦法 擋無可擋 擋無可擋 所以除了這F16之外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無人機 操作來說 已經走到一個 新的一個地步了 過去來講 我們都覺得 無人機你就小小的嘛 你過去丟個炸彈你就跑 或者是無人自殺這個攻擊 但是這次來講的話 這一台是什麼 這一台是俄羅斯的 攻擊直升機 它的MI-28 你有想過攻擊直升機 在宮東的戰場上面 被人家攻擊嗎 而攻擊它的 只是一架幾萬塊的無人機 對 無人機從後面鎖定它之後呢 其實在MI-28 原本想逃的 但它的迴轉半徑太大 來不及逃之後 直接砸下去 砸下去打到哪裡 打到它的尾翼 打到尾翼之後呢 俄羅斯還說 我們馬上緊急迫降 問題是很多軍事專家都說 你的尾翼被打到 你是沒有機會迫降的 你的尾翼被打到 你就是墜毀 所以當你有辦法去攻擊 它的攻擊無人機的時候呢 這個無人機的戰術 跟戰略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來講 烏克蘭無人機很厲害 俄羅斯它也有無人機 無人機呢 它也有什麼ZARA 跟SUPER CAN這些無人機 可是這些無人機來講 在整個飛行的過程當中 顯得緩慢而奔重 所以遠遠的就可以掌握到 它的一個航空的一個路徑 然後呢烏克蘭的無人機 就過去慢慢慢慢 打 就把它給擊落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喔 你的攻擊 它給空中擊落無人機 對 它給空中擊落對方 比較高價珍貴的無人機 那打下去之後呢 其實對方的無人機 就已經毀壞了 除了這些空對空的一個攻擊之外呢 現在來說的話 它連俄羅斯的火車也有辦法攻擊了 因為很多的部分 它的浮原比較廣闊 俄羅斯用火車來運輔 可是你想想看喔 這輛火車整備要運輔的過程當中 烏克蘭的無人機 走著走著走著 就撞上去了 對 就是直接把它給 重要的一些車廂給炸下去 炸下去之後呢 就產生了爆炸 爆炸之後火光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你以後也不能再用火車來運輔了 因為火車根本沒有辦法來回轉 當你的M-I 28 在空中回轉慢性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都被擊落了 你的火車你閃得掉嗎 你閃不掉的情況之下 你的運輔的路線 完完全全被截斷 除了火車之外呢 這次來講 他們還有弄了一個 車隊殺傷圈 運兵車 還有運輔作業的坦克運輸部隊呢 在你的天空上面 你要抬頭看一下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圈圈 這個圈圈大概有12輛的無人機 這12輛無人機 會在你天空繞著繞著 慢慢縮小 慢慢縮小 代表什麼意思 你已經被鎖定了 被鎖定之後呢 會有一台 先放低之後呢 拉高 拉高之後呢 就開始一輛一輛來把你給炸下去 炸下去之後呢 有些裝甲運兵車 你沒有人員逃出來 逃出來之後 那12輛編隊的無人機 一個一個去抓 我一台無人機 配你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你就這樣子 把運兵車給打死了 打死之後呢 這些阿兵哥 他們怎麼身亡的 他們有些是直接 被這個無人機給炸 衝撞之後死掉 我把你的裝甲給炸了 我把你的這個運輸工具給炸了 炸了以後 你有些人逃亡 逃亡了以後 你這些單兵 我都不放過你 對 危險這個畫面 會被拍下來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有一輛無人機 會先下去之後再拉起來 會把這個人過程 都給拍下來 然後呢 他們拘殺這些俄羅斯士兵的 一個畫面呢 有些是直接撞擊 有些呢 現在是可以第一飛到 我跟你一起跑 你想想看 一般的士兵 跑得贏無人機嗎 跑不贏 跑不贏的情況之下 這畫面真是嚇死了 他竟然可以在近距離之內的頭戴 然後直接精準爆頭 對 以這種畫面上來講的話 你運輸也不行 然後呢 你的裝甲運兵車也扛不住 扛不住的情況之下 你士兵逃亡又被打掉 你說這場仗 俄羅斯要怎麼打 不是 我看了以後嚇死了是 因為我們長期過去講歷史 歷史裡面曾經是看 圍獵天下最厲害 他的部隊最厲害 就是我自己圍獵 對 你看到剛剛那個 烏克蘭的無人機 像不像圍獵 我不是單兵 我不是直接跟你衝 我是把你包圍 食而為之 圍了以後 你根本跑不了 這件畫面出去之後 你想想跟俄羅斯 他們的阿兵 跟他們的士兵 敢從基地出去嗎 你一出去之後 不管坐的是裝甲運兵車 不管坐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車輛 你出去都會被無人機攻擊 被無人機攻擊之後 你只有一條路 就是死路一條 這麼嚴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跑不了 完全完全跑不了 好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們講回來 為什麼要攻擊庫斯克 其實庫斯克這一次來講 為什麼嚇到他們 庫斯克在哪裡 在貝爾哥羅德的上方 你竟然打到人家的家裡面 然後這個庫斯克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北方軍團那邊 一個很重要的補給畫面 這個圖是什麼圖 這個都是油管 油管的路徑 這下面也是油管的路徑 你庫斯克被鎖定之後 你的運補的油管 完完全全就沒有辦法來輸送了 沒有辦法來輸送的話 你想想看頓巴斯 這個地方是庫斯克 這個地方跟他講的 卡爾克夫頓巴斯 這個地方你的油就進不來了 油就進不來了 所以最重要的頓巴斯 但是你沒有來運補的話 你仗要怎麼打下去 那除了這油管之外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火車的路徑圖 當你的庫斯克被截斷之後 你的火車也沒有辦法再走了 最後一輛已經是俄羅斯 跟車子他們的部隊 他們坐著火車逃走了 當你這個地方被攻陷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進行運補 那頓巴斯這個地方 到底這個仗要怎麼打下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烏克蘭的特種部隊這麼厲害 剛剛講這個是22集團軍 22集團軍都是40幾歲 我不過是剛 我過去打過戰 我有這次經驗 可是我已經40幾歲了 我被重新招募回來以後 我還能打 對 其實真的是蠻厲害的 在庫斯克這個地方 來攻擊之外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是葉爾松的一個島 這個葉爾松的小島裡面 你可以看這個畫面 你知道他們出去了這個特種部隊 在暗夜初旋的畫面 其實真的是像天降神兵而已 這個畫面我覺得 這好像是在模仿這個 好萊塢的一個畫面 你夜間 然後一群小艇就殺過去 殺過去之後 佔領了葉爾松 賀爾松的下面一個小島 對 這不是電影 這是真實戰爭 對 然後真實戰爭 然後上去之後 真的是殺無色 所有的畫面 你會聽清楚 透過葉世紀 你都會覺得說 難道在賀爾松 在黑海的小島上面 完完全全沒有俄羅斯的軍隊嗎 正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竟然可以這樣子暗夜 然後摸上哨 摸上哨之後就開始進行攻擊 然後打完之後 完整的撤退 這畫面讓大家一件事情說 現在在黑海 在赫爾松這地方 只要我烏克蘭的特種部隊要來 你根本是不設防 我弄完之後就走 然後這畫面放出來之後 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沒有一個地方去不了 只要我想 一定有辦法拿下這個小島 這個非常可怕是 如果你有任何作戰當兵的件事 夜襲最難 夜襲最恐怖 而且不但是夜襲 你還是海上夜襲 對 海上夜襲 然後就輕鬆上去 好 對俄羅斯來講 現在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是什麼畫面 這是33座的煉油廠 死亡撲克牌 在上面打叉叉的 都已經是被攻擊了 而這個距離呢 其實比較遠的有900公里 比較近的有750公里 900公里 這些煉油廠 其實對俄羅斯的經濟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現在烏克蘭 它可以用無人機 直接飛飛飛飛飛 所以只要在撲克牌上面的呢 我一個一個把你端掉 你現在對這些無人機 拿它沒轍 你用防空炮彈來講 你根本沒有辦法來配它 如果你用無人機去追無人機 你也沒有辦法來擋下來 所以現在來講 33座煉油廠 已經有好幾座都受到破壞了 就不會把你也要來 有些不足 我們會做的